今晚我們帶奶奶一起去西環堅尼地 成一間法式餐廳吃飯 那裡的價錢一點都不會離地 餐廳的老闆兼主廚Kenji 已經有二十多年的酒店篩處經驗 希望可以讓我們用一個 搞貼地的價錢 享受到酒店級的法式料理 之前生日老公也帶我吃過幾間米芝蓮的餐廳 就是吃fine dyeing的 味道是不錯的 但是因為餐廳太高級了 環境又比較寧靜 所以說話大聲也不敢 整個過程會有點驅促 今天去這間餐廳就不同了 它是一個巴桌的設計 可以看著這個主廚煮食之餘 整個感覺都會比較chill 餐廳就在厚和街滿法大廈旁邊 哇 這裡吃飯只有一百多元 我們今天來就想試這個四道菜晚餐 有頭盤、餐湯、煮菜和甜品 另外這裡還有海鮮拼盤 記得如果要吃就要預先訂購的 也有海鮮加肉的拼盤 一樣要預先訂購 哇 連蒜蓉包都一點都不客氣 好美味 連前菜牛尾都很漂亮 這個牛尾配酸瓜 好香啊 好像快帶力的感覺 這個是椰菜花米做底 然後有一些薄片的鮑魚 上面是營養柱汁做成的高湯啫喱 白色料理也是很講求擺盤 所以未吃之前已經好像欣賞藝術一樣 這個精神會看到 這個牛尾肉 牛尾醬 Cocci 它的麥質 牛尾肉 牛尾醬 蒜蓉 牛尾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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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蘑菇湯都雕化的 超濃郁的 你看到筆起之後 它都不會流回 我們點了三個不同的主菜 我沒吃過這麼好吃的魚 一點都不腥 而且很滑 不知為什麼 鱷魚肉很有彈性 這個質感很特別 原來鱷魚頂有些蝦膠 難怪那個質感會這麼特別 剛剛好 進去大山 其實都很汁 連菜都很好吃 為什麼 羊肩不需要太多甜味 沒有鬚味 很厚身很厚切 原來餐廳叫做taste or pate pate是法文來的 是肉批的意思 好吃 挺好吃的 很有水準 如果要來的話 記得打電話來預約 星期六日公眾假期會比較 全 我想星期五也是全 星期一至四晚會好一點 有機會walk in 不過最好還是打來預約 就算了 先